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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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,我們看一下1-1席題的第5題 已經知道數線上有兩個點 其中一個點叫做A點 另外一個點叫B點 題目有告訴我們是AB的長是8 然後A點的坐標是12 然後要叫我們求的是B點的坐標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求出B點的坐標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說 B點的坐標叫做X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用 其中一個線索是 AB的長是8 那其實我們可以想的是 AB兩點間的距離是8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絕對值 因為絕對值就有距離的意思 所以我就用A點的坐標 減掉B點的坐標 所以12-X 那因為距離不會有負的 所以我要加上絕對值 那最後出來的結果題目跟我說是8 那12-X加絕對值會等於8 代表說裡面原本有可能的是8 或者是裡面原本是負8 所以我12-X等於8 或者是12-X等於負8 這時候的話我就可以算出 S會等於4 或者是S會等於20 那S是什麼? S是我一開始假設 B點的坐標 所以最後就回答題目 B點的坐標為4 或者是為20 B點的坐標 B點的坐標 B點的坐標